好漂亮的画 在河边里 如果它的建筑墙壁上都画满了这些壁画 感觉建筑就变得不一样 变得格外有味道 对 你没有发觉到 如果这个墙壁没有画的话 它的感觉一定很不一样 就如刚刚所讲 河边有了这样的一个壁画 感觉是不是很不同 看来您对画画好像很有研究 难道您是画家 不是我是画家 是我觉得说眼睛看到美丽的东西 都会特别地感兴趣 就如这个壁画一样 那今天您要带我们了解画吗 今天很想带大家去看更多的话 看更多美丽的事情 OK 赶快 好吧 我们一起去看 今天我们这堂课有这么漂亮的壁画 难道老师要教我们画画的艺术吗 不止如此 那在开课之前 先看看老师他的这个实力背景吧 但是我也有点小物 不过这个想法 也有一点终于看美丽的机器 我把它们进行 看美丽的东西 好 到最后 最后 给大家看美丽的东西 再来吧 印象 看美丽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就是我们请志昊 志昊来跟大家挥挥手 就是四位小朋友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上课的 好 事不宜迟 马上听听老师的内容吧 好的 那线上的小朋友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 我们希望说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也一样做好准备 今天我们来讨论的课题是跟这个壁画有关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线上的小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我们都注意哦 好 同学们你来看看这一张图里面 这一张图里面你会看到什么东西 来 线上哪位小朋友先说了 这一张图里面你会看到什么东西 来 举手 好 子依 子依你先来说 这里有很多的画 然后好像很立体的感觉 你看到有很多的画 而且感觉很立体的感觉 有谁可以来补充一下 你第一个感觉看到这些画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谁来补充一下 好 来 云莹你来说 我会感觉到那个画 真正的是靠在那个梯极那边 你会感觉到那个人 好像是靠在那个梯极那边 怎么你有这样的感觉 你可以说一说吗 你的想法 来 云莹你可以说一下你的想法吗 为什么你说你会感觉到 他们是坐着的时候 感觉好像靠在那个梯极那边呢 它有很立体感 它感觉上好像立体 它靠着后面就是个梯极 对不对 那想问一下 小朋友你看看这张图里面 这个画面里面有八个字 它写着 从这八个字里面会让你想到什么呢 把握时间哦 我们要赶快来想想看 谁想到就谁赶快举手来说 好 这八个字又让你想到什么东西 来 亦辰你来说 好 亦辰 我看到有一个小孩在玩 你看到有小孩在玩 好 来 再来 哪一位 刚才是字号什么 哎 字号举手来 字号你来 好 我还看到了一个人在睡在梯极上面 它好像在梯极帮 梯极边 它在靠着在休息着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从这个画面里面 是不是让我们可以感觉到 它感觉好像把一些童话的一些故事 一些画面 就把它画在这个墙壁上 而如刚才小朋友所讲的 它感觉上有立体的感觉哦 好像真的 对 那个梯极旁边就好像睡着一个人 靠在那一边 而且有小朋友在那边玩 就好像我们感觉到说 小朋友的那种童年的童趣 就在这个画面呈现出来了 所以你们觉得哈 这个墙有画跟没画有没有差别啊 有 有什么差别 子逸你觉得有什么差别 没有画的话感觉它很旧 如果有画的话 就会很多人想过来看 如果没有画 你就是一堵墙就很单调 如果有的话 感觉上它就是很吸引人的部分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哦 你看到感觉又不一样哦 跟刚才那一张 又听你感觉到怎么样 我先看到那椅子应该不是画的吧 椅子是真的吧 那凳子啊 看到那个凳子 应该是真实的一个凳子 来 现在小朋友 这张图跟刚才那张图 你又看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好 来 云莹 刚才那张图就是 讲着很像 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那些 童话故事里面的一些情景 然后这个的时候就是 很像我们 他们以前就是很喜欢玩 这些这个中国象棋那样子 哦 你感觉到 好像他把真实的一个情景 人们喜欢玩中国象棋的一个情景 把它画在这个墙壁上面 好 一辰你举手举很久了 我们请一辰来说说看一辰 老师 就不必画像立体画一样 你感觉很像立体画对不对 他有在墙壁上做画吗 有 他还加上了桌子 加上了这个凳子下去 他整个感觉就很立体了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想要到这个地方去拍照吗 会 你们会想要去拍照 诶 谁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个地方去拍照 好 来 我们的云莹来你说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容易拍 然后拍照的时候 可能其他人也是想来观看 就是可以分享这个地区 哦 所以他觉得说 在这个地方你拍照 可能也会吸引到其他人到这个地方来 对不对 会吸引到其他人到这个地方来 那之后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很像 一个老爷爷在下棋这样子 哦 感觉上好像一个老爷爷在下棋的一样 对不对 很真实的一个画面 好像一个老爷爷在下棋 在这边他也提了八个字哦 这边有八个字 大家看到这八个字吗 这八个字就是传扬文化跟走路历史 那这八个字从这个壁画里面 你有看到他带出的这个含义没有 赶快赶快要抢答我们世界上的右线哦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要思考一下 怎么说从这幅画里面 会想到这八个字呢 来 我们请字号 好 传扬文化就是 因为那个老爷爷他在下棋嘛 而下棋是 中国人普遍的一种 休闲活动 哦 很好 他提到 所以就是让他们 是 下棋是一个休闲活动 一辰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一辰 我们还要跟老爷爷下棋 你看到很想跟老爷爷下棋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看到这个墙壁上有这个壁画 或者有这个立体的感觉的时候 整个墙的感觉就不同 如孩子所说的 它可能吸引大家到来这个地方 它会吸引大家多看两眼这个墙 它更会吸引大家看图想想 它有什么含义 哇 看来这个壁画真的是魅力无穷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聊一聊壁画 好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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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ed Хотя 看 que 这个小朋友很棒 под 提前 这个动作时 他们还去帮爸爸妈妈去 准备这个挑拢盘 好 接下来这一段呢 老师想请一位小朋友念念看 我们现在有哪位想要自愿的 哎 最快举手是刚刚是哪一位 老师看到在上面那一位吧 依陈你来念一下这一段好不好 来 依陈你来念 好 四年前 爸妈和一般爱好艺术的社友们 得到老街店主和屋主的零食后 每年都会在适合的地点画壁画 壁画记载着农村风貌的经济活动 壁画发扬着村民优良的饮食文化 壁画感谢着镇上孩童们无邪的同事生活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小朋友刚刚真的读得很棒 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在这一段里面 你有发觉到吗 从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了 他说这个壁画记载着什么东西 经济活动记载着什么东西 饮食文化更记载着同趣的生活 有没有看到透过这样的一个画画 我们可以把这些文化色彩都给他带出来 所以他不是随意的去画哦 而是很有意思的先构思才来画 我们再来看 所以他说今年他们不再一般的壁画了 他们除了壁画这些社友们啊 还构思怎么样把一些海铁环保的物品 改造成一个机器人 除了可以宣扬废物利用 他们还鼓励创造力 所以你看到小朋友创造力重不重要 原本丢弃的东西 它变一变就可以变成一个作品 哇如果你去旅行看到这样的一个作品 你有什么反应啊 来子依你来说 当你看到这样的作品 你有什么反应 想去打卡 你想去打卡 你看我们现代人就是这样 看到美丽的作品 就想做什么 赶快拍照打卡了 对不对 好我们再来看哦 这个小朋友说 这个主意真不错 这个陈恩啊 他一想到老房子旁边 站着一个铁皮机器人的时候啊 他就让他联想到什么东西啊 联想到绿野仙宗里面的铁强夫 他说去年那幅彩无教的壁画 旁边摆了一幅梯子 他就曾把自己幻想成 魔斗尼登天的杰克了 你看原本是个简单的画 旁边放了一个梯子 有没有就把我们平时所看的一些书 一些画面就可以跟这幅画 来做一个联想啦 所以同学们 你平时的阅读 再透过你的眼睛去感受这个大自然的美 感受这个身边的美景的话 我们会不会获益很多 所以哦 那个眼睛要常常做什么 观察 要多观察要多看 不要常常做一个低头足 是的 恩恩你有什么想法 不妨提出一个爸爸就你 引导这个孩子去说出他想法 对不对 小朋友说让我想想 我想要发表一幅独一无二的立体化 哇 小朋友什么叫独一无二 诶 来 云影连说什么是独一无二 就是只有只有一个罢了 然后是只有他有的 只有一个 而且只有他拥有 没有人跟他一样对不对 而且他是立体的哦 哇 他不是平面画在墙壁上 他是立体的感觉 所以他边说他就边这边收头笑哦 如今啊 壁画都完成的七七八八了 可是 陈恩一直在想的这一幅很特别的作品 还没有灵感哦 他还是在做什么 帮他的爸爸妈妈做着小小的助力 帮爸爸妈妈在端调射盘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哦 陈恩低下了头在叹息他想 哎呀 心里很是后悔哦 他说真是的 有谁啊 可以创作出一幅独一无二的作品啊 哦 所以小朋友你看 这个小朋友他跟爸爸的互动 爸爸妈妈的互动是好是不好 好 好是不好 你从这边在里面 你可以感受到 孩子跟爸爸妈妈之间的这个关系 是好是不好 好哦 怎么你会觉得他们的关系很好 来之浩 你怎么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很好 因为他们的互动很有趣 很有趣 你看到他们的交流里面 他们的对话里面 可以看到他们的亲子关系很和谐 对不对 亲子关系很和谐 所以接着下来哦 你看 这个时候啊 那个陈恩 他的头发 他的头 额头前面的头发 OK 就弄得太痒痒的啊 所以他就甩了甩头 这个时候呢 手中不是拿着调射盘吗 妈妈就赶快说什么 小心 别打翻那个调射盘 但是这个陈恩一回过头来的时候啊 应了一句 对不起 他就继续端好的调射盘 所以从这一边 小朋友没有发现到 他们父母的关系 除了很和谐以外 他们之间讲话也很有礼貌哦 他们之间讲话也很有礼貌 有没有发现到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 好的 这个时候 他无聊的抬起了头 西边的云层 射出了金色的阳光 已经不再是赤眼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时间啊 黄昏的时间 对不对 而且小朋友你看这一段话 你看到什么东西 头脑里面有出现什么画面吗 我们请子一来说一下 你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脑子里面有没有出现什么画面 已经出现了黄昏的画面 出现了黄昏的画面 黄昏的画面 你们可以具体一点 根据这一段文字 具体一点的来说说看 怎样的一个情景 来 云莹你来说 云莹你来说说看 我的画面就是一个老房子 还有电灯柱上面有鸟 在电灯柱上面有鸟 在那个电线上面有那个鸟 对不对 那个鸟在做什么啊 那些鸟都回来做什么 他们都回来 休息了对不对 晚上了回来休息了 所以小朋友你看 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你真的用心去读一个篇章 读一篇文章的时候 你是可以进入那个文章的世界里面的 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文章的美 好这个时候你看 他说西洋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他很想把它看到这个美丽的情景 他说这是最美好的写照 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们来注意看 他说 爸爸你看 陈恩挥一挥他的手 指向西边的天空 他说 有光 有云 有鸟 还有老房子 他这一切这一切 他突然感受到什么东西 他感受到什么东西小朋友 他感受到他的画有没有出现了 眼前出现的就是他一幅很美很美的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的手就做了什么事情啊 他们的手就做了什么事情 框起了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就是一起来感受什么东西 你试试看 把你的手举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框架里面 你会看到什么东西 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情景哦 所以啊小朋友 他们就在思考 要给这幅画取什么名字 来你们说说看最后一段 他们给这幅画取了什么名字 来子依你来说 子依 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他其实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就是每一刻 我们身边都有许多美好的事情 把你的美好锁着 框住你的美景 每一时每一刻你都可以感受到 身边有许多美好的事物 哇 没想到这篇文章啊 从壁画还谈到生活大自然的美景 怎么样把它留住 而且主要还是叫人家呢 怎么样珍惜眼前的美景 珍惜当下的那个时刻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好 好 今天我们从四年级的一篇文章 《框住美景》来聊 就是这个壁画之美 然后通过文章把它写得栩栩如生 也让人家去发现大自然的美好 而且珍惜眼前的这一刻 那想请教韦老师 今天其实分享这篇文章 想跟学生传达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是的 那今天这篇文章 就是收录在四年级的课文里面的一个篇章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篇章 其实它的精髓就在这一边 就是期待我们从此刻开始 末覆时光 时间很重要嘛 我们末覆时光 要保持美好的这个心境 时时刻刻都能够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一切 当你用心去感受 当你用心去体会这一切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其实所有的美景 所有的美好都在我们的身边 就我们说嘛 不管是晴天雨天 天天其实都是好天 只要你换一个心境 换一个态度去看待 所有的人事物 很多事情你都会发觉到说 其实一切都是美好的 就如今天我们看到 在线上这几位小朋友 刚刚他们透过这个文章 说出的一些看法 提出的一些想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说 孩子是可以透过这篇文章的阅读 去领悟文中要带出的一些含义 所以可以看到哦 几个小朋友的回答都很不错 对不对 而且很自然 很真实 那我想请问老师 怎么样给这些小朋友一些评价呢 对 我想问问哦 在线的小朋友 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你对自己的表现满不满意 线上的小朋友 不 他们偷偷笑说满意 是的 那如果老师手中有六颗星星 是最高的一个等级的话 六颗星星是最高的等级的话 老师要送给他们哦 今天要送给他们的是五颗星 哇 五颗星哦 所以他们还有没有进步的空间 还可以再进步哦 那怎么样进步 就有老师常提醒的 就是当我们在回答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更加的什么 勇敢把心里的话给说出来 第二 在回答的时候 要紧扣这个文章 够把我们的说法很具体明确的去叙述 所以要把这个部分做得好 其实要多说 多思考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在阅读的时候 好好去感受一下 文中要带出的是什么东西 当你多阅读 多走入这个文本里面去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哦 从阅读中会找到很多的快乐 从阅读中也会找到很多的美景 从阅读中就如孩子刚才所讲的 他感觉到读的时候 好像自己走进了那个情境 那个画面一样 所以这个是不是阅读的好处 阅读的美景 对 因为如果我们缺少阅读的话 那可能我们认识的字也不多 到时候心中的千言万语 想要好好地描述 也写不出来了 是 所以我们看到有的眼前的美景 眼前的美好的事物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里面的这些壁画 是的 一堵墙有画上壁画 跟没有壁画 它是有差别的 白白的一堵墙 跟画上了美美色彩的话 是有差别的 我相信 线上小朋友 你会喜欢有色彩的墙 还是单调颜色的墙啊 来线上小朋友 你们就开你的那个画筒来说话吧 你觉得你喜欢哪一种画面 有色彩的 对 我们都喜欢有色彩 有色彩的让你感觉到怎么样 来 有色彩让你感觉到怎么样 谁说 美观 你会觉得更加的美丽 对不对 更加的美丽 就如刚才我们看到一些立体的画面 我们是不是提到说 从画面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经济的这个文化在里面 有这个童年的趣味在里面 有那个地区的一个特色在里面 就好像这一幅图 我不懂线上小朋友哦 你看老师抓的这些图片哦 你看看这种图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想在这个地方拍照吗 线上小朋友想不想在这个地方拍照 你会想要在这个地方拍照哦 你看看那个画家更棒 他把小朋友要去抓 可能要去拿这个食物的小朋友哦 那种眼神画得多么的传神 所以除了画家的功力好以外 我觉得作画的人 更是把了一种艺术的特色 就是透过他要传达的讯息 从这个壁画里面 从这个立体作品里面 让我们好好去感受一下 这个地区的文化色彩 这个地区的特色是什么 从中也是让我们多了解一个地区 所以小朋友你看看 这张图 原本你走在这个路上 是个很平的地对不对 但是当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什么东西 哇 很有立体感觉哦 子依有话想说 子依你来说一下 地面好像要卡要卡的 地面好像有不同的感觉哦 是的 所以今天很感谢 很感谢大家 我们一起共同来学习 一起来 框住这个美景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好好珍惜身边 所有的美好事物 那老师 刚刚老师已经说了一番 同学的表现嘛 现在同学最后又有发言 请老师再给他们评评分吧 对我觉得最后要给子依再加分 为什么子依很勇敢哦 他想到了有一些想法的时候 他赶快去发表 这个才是学习 学习不是只是听 学习更重要的是什么 互相的交流沟通 跟课文的沟通 跟老师的交流 同学跟同学之间的互动 这都是在学习哦 同学们加油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我们一起加油 把华文给学好 那如果要进一步 再重温老师今天的课 要到哪里去看看呢 对 如果想要重温今天的课 都可以到Porta Delima 去搜寻以上的资料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 再温习一下 今天老师所讲的 我觉得收获会很多 那其实啊 今天我们线上的 所有的小朋友 四位小同学 他们都分享了 自己对壁画的一些感觉 我听说老师好像还准备了 访问了一些 另外高年级的同学是吧 对 现在这几位小朋友呢 他们都是四年级的小朋友 当然也有几位低年级的小朋友哦 还有更低年级的小朋友 对 低年级的小朋友 他对这些壁画 也有一些他的想法 可能我们也可以来听听 他们内心对壁画有些什么看法 是低年级的小朋友 对壁画的一些想法 那应该可能会更有趣哦 我们一起来听听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来自沙秀滑小的小朋友 心里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 我觉得色彩 壁画很酷 我喜欢妈妈带我去家了 阿乐拍照 我喜欢壁画因为它很美 它也好像画家画的书画一样 DDTV KPM